周总 你找我 花花 来 坐 想喝点什么 红茶 不用了 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呢 有些冲突 我觉得是没有沟通好造成的 所以今天呢 想约你来 好好聊一聊这个事情 好呀 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聊一聊 其实我之前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这个人就是有这样的毛病 一着急起来 手动得比嘴快 今天早上真是多了得罪了 不 不 我知道 你是出于好意吗 而且我今天早上喝了你给我熬的中药 真的感觉身体好了很多 不得不说 中医真的是很神奇 是吧 你现在知道她的好了吧 我跟你讲 这个中医调理呢 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这个疗伤只需要下课三个月 然后你就会感觉自己 我明白 我明白 但是花花 你有没有想过 以你的才能 去帮助我一个人 是不是有一些太浪费了 你有没有想过 用你的能力 去帮助更多的人啊 当然想过呀 你知道人际大学吗 那可是全国知名的中医学院 刚好跟斐然与学术合作 你只要通过考试 你就可以加入他们的研究院 为中医推向世界出一封例 你觉得如何 真的 君子一言 不行 不行 周爷爷已经有恩于我了 我不能再欠你这么大一个人情 何况 我还有周爷爷交代的任务 没有完成 真的没事的 你不用为我这一棵树 放这枕片森林啊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这种机会过期不后哦 你可以考虑清楚哦 周总 周总 师父说过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你该不会是想借这个机会 把我打发走吧 怎么可能呢 我看你眼神中有多少 应该是被我严重了 好 就算 里面夹杂了一些个人的原因 但是我把你放到更适合你的平台 去物尽其用 这有什么错呢 我可以走 但一定要等到调理好你之后 有病我会去看医生 有病就晚了 你凭什么搞 爷爷吩咐的 好 好 敬酒不是吃法酒是吧 那就不要怪我了 这是什么 账单 你昨天随习我的定制西装 是纯羊毛的 现在完全穿不了了 如果你还想在这里上班的话 就先赔偿你造成的损失 八百块 少看了个零 八千块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哪里来的破衣服吗 我怎么可能赔得起吗 赔不起没关系 这是人际大学特殊人才引进申请标 其他地方我都给你填好了 你只需要签字 签了字 西装的事情一笔勾销 而且 我还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助学金 毕竟你是爷爷吩咐 要好好照顾的人嘛 实话话 打拳 熬药什么的我没学过 但说到谈判 我从来不会把自己放到不利的位置 签了这个表 我们双赢 如果不签的话 我们双输 怎么选 你应该知道答案了吧 我不会签的 西装的钱 我不会签的 西装的钱 我招过卖铁也会还给你的 实话话你脑子里面到底装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你一定跟我拼个鱼死我破呢 瑕疵大者一诺千金 更何况你这份邀请是接来之时 稍微有点骨气的人都不会接受的 签了 太重了 你看吧 这就是吹 吹盖的表现 是 喝 喝 喝 这 周董 你醒了 我这是在 是 花花 这就是你说的文明人的解决方式啊 确实难预料啊 你先别激动 你的手只是单纯的脱臼 很快就能好 而且在送来医院之前 是花花已经帮你接好了 医生还说 这是她这几年 见过接的最好的骨头 那 我还应该感谢她喽 她 她人呢 她去帮你拿药了 一会儿回来